小贵姐 厂贵走的时候祖父我说这些活不让您干 小贵的还说什么了 他说就是粘活内活不让您干 让我们好好照顾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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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我 快 快 你 快 快 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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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满藏 大哥 你们找到满藏了吗 没有 你说他是不是傻呀 说走就走了 也不知道他贷备的钱 小妈 你也别担心 晚餐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其实他心里挺有数的他 他心里有什么数啊 你说这世上来个比他更傻更笨的人吗 大哥 我不滚 你们一定要帮我把满舱给找回来 和蓝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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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不见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他离开青岛了 他去哪儿了 他来找过一次 说他决定要离开青岛 去外面掌掌见识 正好 支援的老同学在霍国军当司令 我就介绍满舱去他那儿了 霍国军 霍国军会不会打仗啊 有可能 满舱连枪都没摸过 他打什么仗啊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也不是个当兵的材料啊他 那你们认为他是什么材料 又笨又傻 什么事情都成不了是吧 我以前也这么想 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满舱兄弟能成事 我要教他学文化 让他一周四个晚上到我这儿来学习 就这一句话 他坚持了好几年 除了日德打仗的那几天 一天都没有落下 现在的满舱 和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全中国都在讨厌护国 保卫共和 他想出去掌场见识 我觉得 应该支持他 可是 可是王满舱那么笨 他要是上了战场 跟人家打仗 那子弹飞过来的不是都躲 要中弹了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青岛 我们都盼着吧 好人有好报 咱们盼着他 能够平平安地回来吧 就算我不愿意 他也不是因为这样吧 我原来说话 对你 对我说话 我说话 感谢观看